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场发现女婴已发黑 依涉及杀人罪及遗弃罪 目前已将陈女收压 陈女的脸书被网友挖出 她的简介写着不要怕22K 要怕没有竞争力 还曾发文写下放下负担才能奔向新生命 现在看起来相当讽刺 自民党于9月27日举行总裁选举投票 前干事长石破茂当选第28任总裁 此次选举有高达9名候选人 尽管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得到最高票 但因票数未过半 高市早苗与石破茂进入决选 最终大翻转由前干事长石破茂胜出 新任总裁石破茂预计将在10月1日 正式在国会上成为日本的新首相 石破茂过去在队内强调地方力量 并关注农业 女性和服务业 在国际上支持建立亚洲版北约 以应对中国与北韩的威胁 并曾在8月份时拜访过赖清德总统 认为台日需合作强化区域贺阻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